好 這個 我剛剛那個意思就是說 如果我們這個社會上有一個SOP 大家都照SOP來 事情就不會發生 比方說保姆負起責任 那保姆如果沒有負起責任 這個仿事員 這個事工 就要負起責任 很重要的 今天事情可以防止 對不對 那如果說他錢少 可是兒福聯盟你有那麼多錢 你為什麼不把它花掉呢 我剛剛的意思大概是這樣 那黃醫師你要補充 而且我對兒福聯盟 就是最大的不滿是 他竟然權力可以大到檔 另外一個牽錢是好的保姆 不給 不把小孩子給好的保姆 只是因為那個保姆雖然好 可是不在他的體制內 然後他要給自己體制內的保姆 帶的時候 他並沒有一個嚴格的監督機制 這個機制 是 那我 因為我自己 就是常年在法院就是爭奪 這個監護權的關係 所以因為你其實 我覺得心很痛的原因是 你知道我們在法院打官司 父母親要爭奪小孩子的時候 對方在 小孩子在各自 對方的家庭 只要是父母照顧 姑且是父母照顧 他只要有一個蚊子釘 你知道對方就說我怎麼樣嗎 疏於照顧 蚊子釘 蚊子釘 我哪有辦法 我哪有辦法管那個蚊子 蚊子釘 他就來把我寫得 好像我是通天最大二級一樣 結果我們發生這樣的事情 那所以因為他要去判說 到底爸爸跟媽媽哪一個 更適合擔任主要照顧者 所以會去爸爸媽媽的家庭 做訪事 其中有一項 一定是社工訪事 是 那這個社工喔 那時候我就印象好深刻 我就千判萬判 因為他的報告對我很重要 我好重視這個社工 然後他來 我覺得社工人也就是 結果我就看起來 就是一個很Nice 很陽光 然後很有愛心的人 真的 才會 法院社工 然後才會做這個工作 然後他來 他跟我講第一句話就是 我以為他來打掃了 一兩個禮拜 要最好的這個要呈現 所以其實訪事的時候 那個已經是最好狀況 可是你竟然還看成這樣 真的 然後那個社工跟我講說 我知道你有很多 要跟我們講的 可是我只有一個小時 而且我就只來這一次 因為我還有多少件 那時候印象好深刻 他怎麼工作量會這麼大 可是他就只能做到這樣 太辛苦 對 是 好 那這個我想應該要研辦 如果你司法官 你會怎麼辦 我會覺得要給他一個 最大的一個教訓 跟處罰那樣子 最大的教訓 對 然後也有點警示作用 就是像這樣的狀況 不要再發生 但我也另外一個部分 也會呼籲大家就是說 去看說我們何以有這麼多 保母虐童案的發生 這個我覺得 根治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你知道人民的心情都是說 就是台灣的法律太鬆了 太不言了 不能讓保母虐童案 有種說話是再怎麼嚴格 都不能夠讓這個事情變得更好 我們都聽不下去 怎麼 對啊 就是要嚴格 就是要嚴格 不然就給他求人得人 他自己有PO 那個劉姓保母說 像這種人要死刑 我從心裡就是 對啊 我的看法是說不要判死人 而且我們現在的法律 也不一樣 也沒有啦 雖說是無期徒刑 但是我是建議也不要無期徒刑 我是想說 你給他偏行 給他真的有氣 有感覺 一定是有氣 讓他常常小孩的那個 但如果進去無期徒刑的話 其實有人自然會處理他 如果大家 我認為是 如果大家都那麼公分 我在想 承辦這個案子的 檢察官跟法官壓力 應該滿大的 因為這個是全民矚目的焦點 那重點就是說 看他自己怎麼講 因為我們現在看了 真的滿多都是媒體的報導 是 那你說當然外傭 他是一個證據 因為他也有拍影片 我想特別呼籲一個啦 我覺得我們的政府 是不是可以做一件事情 是我們很期望的 就是定期去檢核這些保母們 所有保母們的身心健康 如果說他身心是屬於 不健康的狀況下 他要暫停他的保母的資格 或是他不能再去 就是養育其他的小孩 托育其他的小孩 我覺得要定期 因為像機師都有定期 檢核他們的身心健康 適不適合上任務 有一些工作需要定期檢查 他們的身心健康 是不是適合上任務 我覺得保母老師都需要定期檢查 說你是不是適合 那老師我覺得也許有些時候 我們還可以做 但是我覺得保母都是在家裡 我覺得他們關在家裡 我們常常很難接觸到他們 然後外界也不知道 他們到底是怎麼樣 託養這些小孩 但是他們的休息機制怎麼樣 我覺得他需要檢核 他的身心 定期檢核 我覺得這個行情很重要 因為我覺得有一個很大的 一個盲點跟很恐怖的地方是 他們等於是集體喔 眼睜睜地看那個凱凱 驟虐 因為他們幾乎 家裡面有其他人耶 那這些家人 可以這樣眼睜睜看著 你難道不會講說 你稍微控制一下 你怎麼了 還是什麼沒有人做這件事情 那他們是不是等於 這一個家庭裡面 其實他們的想法 會讓人家匪夷所思耶 呂法官 那妳會怎麼辦 沒有 我剛剛其實從善如流 因為我們沒有 從善如流 因為有很多 因為社會現在的 應該是說氛圍是 就吸行 吸行 可是你真的 最大的 不能嘛 沒有死刑 對 沒有死刑 那但是我真的還是覺得 就是把你關在裡面 其實這個是最大的 就慢慢 媽媽幫你接摩 你確定他吃得到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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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那天碰到 你有沒有看很多那種 有沒有 監獄風雲 對不對 沒那麼可大 會不會想太多 那天碰到一個媽媽 你的孩子呢 現在怎麼樣 他說現在都在吃國家的飯 我想說怎麼做公務員 不然他都怪你感到 對啊 我們就再吃他 我覺得這種殺人 那天碰到監獄應該是 大家都是人神共分 有人會處理就對了 人會處理啦 所以我們也不用太煩了 在裡面知道這個事情 因為其實他們應該有報紙 可以看對不對 他們應該有相關新聞吧 我們派古思綺去跟他們說 你可以說 對 你之前其實在新店 不是也有那個虐童案嗎 後來就報到醫院去已經死亡了 對 沒錯 後來但是因為報到醫院去死亡 所以警方當成派出所 就是直接分局去抓人 直接帶回那個分局裡面查案 結果他送去遞檢的時候 發生什麼事情你們知道嗎 這個新聞畫面非常非常的紅 非常有名 沒有其他人 我們稱為叫做星光大道 為什麼呢 就是在送仙衣飯的時候 所有的記者 是拿著麥克風跟攝影機 邊拍邊打 略童是這樣子 讓人家人神共分這樣子 沒錯 邊拍邊打 好啊 這一段 那你們也知道一下 沒有啦 我們說是 那孩子你如果說意外 因為你可能疏忽 意外 我覺得這個還情有可言 人難免有疏忽 對啊 你不是 你是故意的 這實在是沒辦法管理 好 那另外我們再來看一個話題 就是大家都很關心英國的王妃 叫凱特 他在英國母親節的時候 就是最近他們這個肯心頓宮 就是王楚住的地方 那這個肯心頓宮就是王妃 釋出了一張跟三個孩子的合照 那合照在哪裡 在這邊 來來來這一張 那這一張 這個國際通訊社 包括路透社 美聯社 法新社 這個GATI 他們都不願意登 他們都把它下架了 就是說這一張是變照的 我想這個麻煩黃醫師跟大家講一下 這個他變照哪裡 國際通訊社為什麼說他不登 因為是因為變照 應該是說因為凱特王妃 他事實上是在英國皇室成員裡面 就是受歡迎度非常高的 僅次於威廉王子 甚至有時候會超過 當然遠遠超過這個查爾斯三世國王 跟卡蜜拉王后 那而且他非常的就是 就是對他的這個皇室公務的執行 非常的認真 所以大概是風雨無阻 但是沒想到他在今年的一月十八日 肯心頓宮就宣布說 他要進醫院去接受一個 已經排定好的腹部手術 然後預計要休息十天到兩個禮拜 然後而且什麼時候回復到公務呢 可能要到就是他們的這個 Easter之後 那這樣問題就是 復活節 復活節 那現在問題就是 因為他自從接受手術之後 就沒有公開露面 那這一次是因為英國的母親節 大概是在三月十號十一號 那個時候左右 所以就有凱特王妃 後來知道是凱特王妃自己 在這個他們的官網 就發布了這一張 他跟三個子女 包括像是公主 喬治王子 在後面 還有另外一個是這個 路易斯王子 就是他好像就母親節 結果這張照片 就被這個美聯社下架 就是而且是公告給其他的媒體說 這個照片懷疑是經過變造的 然後有各方的 就是他們自己媒體專家的 那種攝影的就是權威大師 紛紛出來鑑定這張照片 確實經過變造 然後國際中心社都公認了 對 而且有十五個變造之處之多 比如說那十五個是因為 說實在很抱歉 因為昨天都在關注這個女兒 我想說我們應該是關注 他哪裡被那個 這樣這樣那傷口比較多 結果其實大眾 會對這樣的王室成員 到底哪裡變造是很關心的 所以包括比如說 夏洛蒂公主的這個頭髮的髮梢 好像有點不順被剪掉 或者是這個裙子的地方 有一點凸起來一塊 然後手指 還有這個凱特王妃的手 並沒有帶婚戒 或者是路易斯王子這個手 根本好像抽筋一樣 怎麼會這樣不正常 然後還有各種 各種就是包括說 比如說這張照片 他們說得非常專業 有什麼曝光 景深是多少 所以整個這個模糊度會不一樣 總而言之這張照片引起 雖然大波被下架之後 後來凱特王妃 才在他們自己的官網就是 發出了道歉 說不好意思 他只是像 因為他平常就有攝影 這樣子的愛好 他說不好意思 我也只是像其他的 夜宇攝影師一樣 偶爾也會想要修個圖 對 但是這個就很不尋常 我給大家看一下 這個比較很可怕 當他證實他是變照以後 國際上厲害的人 就去找出這個變照的地方 就很多畫圓圈的地方 有沒有看到 紅色的圓圈 到處都是 這樣 全部這裡 這裡 這裡連他的鞋子都變照 連地上的那個磚都變照 後面後面的那個牆板也變照 太多了 連衣服都變照 第一個我就 這個告訴大家就是說 千萬不要變照 因為國際上太厲害的人 太多了 逃不過人家的眼睛 我們都騙外行人 對 沒錯 而且有些修圖難聽 等一下再來說 那凱睿王輝主要是要告訴大家 我好好的 我活得不錯 可是為什麼變照變成這樣 他的病情到底怎麼樣 等一下回來我們再繼續討論 我們休息一下